來到這個住宅的單邊 屋頂看下去都沒有問題 有一點青苔的 門口棵樹有機會 它這樣生下去就要處理一下處理 屈了,我開不到 一進門口,這裡還有一個小蟹櫃 座入就是客廳 尺寸還不錯 主人都很喜歡養東西 有時候有些小鳥 有些小鳥 主要是養Guby為主 不過這不關事 這裡看回花園 場邊只有少許獵紋 一來又有一雙小鳥 分隔開,煮東西吃的時候 煙就不會過去 本來這個小朋友的高度都有成長 還有就是來到廚房 一個U字型廚房 天花板 有些各式各樣修補過的痕跡 這個位置應該之前有扭過水 這個窗 廚房也挺通風 那部機 開不開不開 火的單索 我開不開 這裏也算是有少許 之前 看回廚房 那 就 看回廚房 尺寸還不錯 你已經擺放了圓桌 坐椅子 拉出來一點點 坐到不迫的 然後就是 看回這個位置 指數是正常的 應該是之前的 插完電腦機 再出就花園了 不好意思 剛才的位置可能 影片就會發了一點點 再看回這邊 去水位 後管 有蓋子 有蓋子 沒有浴室的情況 後管也不錯 它遭到 窗邊 可能做得 風口 就 很噁心 一點點 看回這邊漏水的原因 這幅牆邊 也是 有修補的 所以可能就漏了 六個位置 但現在毒素下去 就不濕的 有一間 儲物室屋 還有一間 我不清楚 會不會留下 的小小屋 有彈床 它這個位置 裝雨水的時候 有機會直接倒進去 這個位置 而且它這裏的 裝水 都是這樣下來 這裏的 水流去哪裏呢 那個斜度 夠不夠呢 可能都是流去這個方向 這邊我就看不到頂 去水位那裏 就有一個位置比較多 少少的 就未必可以流回到這裏 對 中間這裏 這裏的 接駁位置 這裏的 不夠平車 再進來 再看看 其他位置都不見有水 即是這裏 和我的外牆 還有一些修補 很多 有一個 有充足 這裏是